那我们除了刚才文科大那边就是学生会馆的餐厅之外 那我们其他大楼它里面也有内设像这样的餐厅 那因为刚刚那个算是我们学校比较 应该算是比较传统跟学校里面一般所知的学生餐厅 这边这个咖啡厅呢 就是是我们学校特别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咖啡厅 在里面要使用全英文沟通 那是方便我们学生一起就是锻炼英语绘画能力 大家好欢迎来到NOTEC TV 我是James 那我们今天来到我的大学母校高丽大学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一起逛一逛学生餐厅 然后还有我们学校各个漂亮又有历史意义的各种建筑 那就当大家跟着James一起来看吧 高丽大学位于首尔城北区是一所私立综合大学 高丽大学创办于1905年 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 高丽大学设有16所本科学院及20所研究院 高丽大知名的校友包括了很多韩国知名的政治人物 以及韩国的华冰女神金年儿 他们也与首尔大学严师大学并称为韩国大学的一片天SKY 我们来到我们高丽大的学生餐厅 那这边的话是那种传统韩式的自助餐 那就像是我们一般国高中的时候会打菜嘛 那这边也是以这种方式去用餐的 好那我们一起进来看看吧 韩国的大学餐厅呢 都是以购买餐券以及自助取餐的形式 那每天高丽大的菜色都不太一样 然后其中的小菜也非常的多样 一餐大约是6000块韩币左右 也非常的亲民 好这边是我们学生会馆的二楼餐厅 他今天的menu会写在这个板子上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今天有什么可以来吃的 那再来一个什么 点完菜之后就会出来这种点餐单号还有收据 我们等下就可以拿这个去领餐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座位坐下吧 好我们这边有聚取的表菜可以让我们就是无限添加 请适量拿去 就让我们一起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吧 吃一块 很有鱼排的味道相当的咔嚓咔嚓 但是酱也蛮好吃的 大家如果来高丽大话可以来体验一下高丽大餐厅 因为这边的食物算蛮 算是便宜啦 以这个份量来说算是蛮便宜的 6000块左右 欢迎大家来试试看 吃完饭后只要把自己吃完的餐盘 放回到回收的台子上 就会有阿姨来帮忙清洗 那我们刚出来的这个餐厅是我们文科大附属的餐厅 那一般我们文科大校区的学生基本上如果要用餐的话都会来这边吃饭 理工科大学的话在理工科校区那边也有他们专属的餐厅 因为理工科他们的建筑稍微比较新一点 所以他们的餐厅应该会比这边的菜色再更丰富一点 不过平常因为我都是在这附近上课啦 所以我下课的时候都会来这边吃饭比较多 那我们一起来到我们2019年刚落成不久的SK未来馆 来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SK未来馆呢是2019年刚落成的新建筑 里面提供学生们非常好的自习室以及休息空间 内附有相当多的设施 只要是高丽大的学生都可以预约使用 这边是我们SK未来馆的自习教室空间 那还有Seminar室 那我们一般期中考或期末考的时候 很多人会预约这边的小单间 然后在这边复习功课或者是上课什么的 因为之前都是用网络就是线上上课嘛 那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边上课 那我个人也是之前在疫情期间很常来这边自己看书跟上课 那我们除了刚才文科大那边就是学生会馆的餐厅之外 那我们其他大楼它里面也有内设像这样的餐厅 那因为刚刚那算是我们学校比较 应该算是比较传统跟 学校里面一般所知的 学生餐厅 这边这个咖啡厅呢 就是 是我们学校特别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咖啡厅 在里面要使用全英文沟通 这是方便我们学生一起 就是锻炼英语绘画能力 对 好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学校的纪念品商店吧 Go 这边的所有产品就是以我们高丽大的代表颜色 Creamsum 还有 学校的代表动物老虎作为我们的主軸去贩卖 我们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买这个当作纪念品 然后就是跟他一起拍照然后就把他带回家 那高丽大的纪念品商店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卖 不只是校服 钱包 书包 还有领带 甚至连可爱的 毕业老虎 玩偶 都应有尽有 久违来逛一次我们学校的纪念品商店 我看中了一件我们学校专属的帽子 因为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想说就 痛下成本 决定买一件 拜回家 这样可以让外面都知道我是Korea University的学生 好那我们刚才从我们的LG经营馆还有纪念品商店出来了之后 迎面就是我们的 总图书馆也是我们学校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 那里面呢应该说藏书 破万卷 那我们今天下来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图书馆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Let's go 高丽大的图书馆呢建立于1932年 是日志时期所建造的 也是韩国的历史古籍之一 韩国最大规模的图书馆 装潢人保有日志时代的模样 并结合了现代科技的美学 三层楼的建构 里面超过380万卷的 厂书 以及10万多册的古书 还有近代东方珍贵的文化遗产书籍 一共3000多本 那最后带大家来到我们高丽大特有的 口碟榜 就是高丽大面包店 这间面包店已经有37年的历史 原本是由农学院所成立 现在已经更名为生命科学院 里面不只有买面包 还有各种蛋糕小点心 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 想必大家看完之后应该都对高丽大学非常有兴趣 那看完的朋友如果想要读高丽大学的话 可以到这边的连结 来看高丽大学要如何申请 那有兴趣的话朋友也继续 订阅 按赞 分享我们NOTEC TV的每一支节目 那我们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学校探访 最高丽大学 我们下期再见 普ция 现在 cartoon